大家好,又是文徽球史館节目时间 会与香港队有好成绩 就会多了人关注香港足球 有关香港足球市的报道也会增加 今集就跟大家讲一下 一位香港足球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就算不是球迷 都一定听过他的大名 没错,就是球王李慧堂 本来都没想着这么快讲球王李慧堂 不过最近发现 网上有关李慧堂的文章 有不少穿着附会 甚至是以我传我 例如,竟然说李慧堂 受过正规足球训练 又说李慧堂 选择代表中华民国 不选择代表香港 又说李慧堂 只是读到中二,是光了一名 也有报纸,以为球王只有两个儿子 也有人认亲认戚 自称是球王家族成员 真是无奇不有 有出版界名人的网志 早排说,李慧堂 曾经入读黄隐书院 接受正规的足球训练 其实,李慧堂 虽然是在黄隐书院 读过两年书 不过,期间并没有入选过校队 不如看看李慧堂自己怎么说 他说,学校中人 虽然都知道他踢小球有名 但由于体格太瘦小 所以从来都没有机会踢校队 更加不要说 接受正规足球训练 至于有网媒说 李慧堂,谭光柏 选择代表中华民国 不选择代表香港 就更加是无契之讨 在二次大战之前 香港并不是国际足协 或者国际奥委会会员 没有资格参加国际赛 只能够踢浮制比赛 香港球员如果想踢国际赛 唯一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不过,两者并没有冲突 在李慧堂那代球员 既可以代表中华民国 参加远东运动会 和柏林奥运这些国际赛 又可以代表香港 踢户港杯、瓶港杯 这类佛制赛 其实是不用选择的 李慧堂 只是读到喜欢就绝合 有人就说 他是邦额一名 其实,他爸爸李浩元 是二十世纪初 香港建筑业巨子 李慧堂是家中长子 自小就想栽培他做接班人 安排他接受私属教育 李慧堂写有不少著作 1948年 带领中华民国 参加完伦敦奥运后 在英国效到教练牌 还试过公开用英文演讲 中英文组艺 比很多大学生更好 而且,还是亚洲足协 創会秘书长 又做过国际足协副会长 试问,又怎会是帮和一名呢? 有传说 李慧堂射球脚头很重 不止说可以射穿网 还试过射球散死人 其实,只是射佛球 散运对方球员 对方在宋远治疗之后 反而在越南 就试过踢死人了 1931年2月 南马去越南比赛 谭光柏和对方球员大打出手 有观众冲入球场 想用木剧 襲击谭光柏后脑 李慧堂为了救谭光柏 转身一脚 踢中各观众的下额 这位观众 在留意一个月之后 双重不治 球王因为一生含事 在2014年 足球总会举办世纪球星选举 李玉德和李炳德出席颁奖例 代表球王李慧堂领奖 有报纸 就以为李玉德是大儿子 李炳德是二儿子 确实 球王和原配夫人廖月英 一共有四儿子二女 李玉德虽然外号太子 但其实是陪帝尔 而李炳德就是最小 另外和妾氏 有一儿一女 对于有人认亲认戚 自称是球王家族食员 就连李慧堂小儿子李炳德 都不敢肯定是否 因为李慧堂的父亲 有二十四个老婆 六十几个子女 超过一百个孙 家族凡显到 有些成员 互相都不认识 所以 以故事威名人李施燕 究竟是不是 真是球王家族成员 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李慧堂 球王地位无用自然 不过 由于年代久远 有不少以讹串讹的报道 大陆传媒 更加偏造了不少假故事 大家一定要小心分辨 好了 今集就先说到这里 下集再和大家说一下球王李慧堂 然后以队长和教练身份 带领中华民国 参加奥运周游赛的事迹 拜拜